各位亲友您好 我是全美亚裔最大一战市理财集团的经纪人Forest 余英 年底感恩节快到了 在此向所有客户亲友表达祝福和感恩 很荣幸与各行业精英与聪明人和良善之家结缘 借此机会跟大家汇报 我和同事们近期完成还有一些进行中的案例 或许给您一点启发 第一个是Ross Era的Conversion 最近拜登加税的提案为什么这么让大家如此紧张呢 财经智库对此有很好的一些解释 因为它的幅度之大 上班族企业主一网打尽 程度之深 升税率降门槛两面夹击 范围之广 股票率退休金难以幸免 时间之紧 两月之后 大概还不到两个月了 年底之前刻不容缓 近日绝大部分提案 大概率会稍加打折通过 例如 有一个案子是说 孙先生税前的传统退休金账户已经涨到了90多万 为了避免明年之后的资本利得税大涨 他把其中的三分之二分几笔转成了Ross Era 为了避免明年2022年股市可能的震荡损失 他又用Ross的资金购买了保底免税的年金 做了无忧退休的及时准备 另一个被热议的拜登新税法是对遗产免税额的大幅压低 这简直是给弯曲人的特质 随着物业的自然争执 会有更多的人鱼贯而入 不少客户在找律师做irrevocable trust 想及早把资产转给儿女 不过这不一定适合所有的父母 因为他们听过失控的尴尬故事 见过花掉告掉败掉离掉的年轻人们 所以更高明的一些规划 那就是用ILIT的理赔金来冲底遗产税 或者两种工具都用 也有一定的优势 接近年底Solo 401k 以及Combo的DB Plan受人重视 案例是realtor realtor陈先生应税收入15万左右 过去每年大约付税4万9 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交给政府 即双份的1.45的Medicare 医保税和6.2的SS 在我们的Tax Coaching部门的协助之下 他用401k Profit Sharing Plan 可以轻松结税 1万7千多 那Combo的DB Plan 是有一个唐女士是理财师 最近两年的生意非常红火 AGI应税收入已经在30万以上 他选择了DB Combo Plan之后呢 他的税收从12万2千多降到了5万3千8百多 PPLI和PPVA是过去一年中 硅谷人和美国的高净值客户 非常热衷追捧的 过去一年有些硅谷人特赚了一大笔 因此有些人遇到了大额资本利得税的烦恼 赵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资本利得税比平常年份多出80多万 为了延税甚至是免税的愿望 赵先生选择PPLI和PPVA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增值延税 免税换产品的优势 PPLI还可以免税取钱 免税贷款 深雇理赔也是免税的 如果赵先生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 那么好处就会更多了 PPVA可能取得免税资格 也不需要报税 不需要通告 而且没有30%的收入预扣 没有分工私营利税 没有ECI 没有FORPTA 15%的预扣 除此之外 还不受FEDCA 也就是FEDCA和CRS CRS就是国际金融资产 自动汇报公约的限制 上述的优势 使得PPLI和PPVA 成为免税传承 巨额省税的超级工具 最后一个案例 是关于Private Lending 准全款购物的案例 作为买方经纪人 今年是比较郁闷的 吴先生币了大概10个房子 也没有得到标 因为虽然是高当配60% 但是苦于不是全款 买不到房子 搞得不只是太太家人 比较frustrated 更主要的是 买方的经纪人屡战屡败 筋疲力尽 后来我们的私人贷款部门 为他做了10天的no-dog loan 补足了40%的款项 他以准cash offer 大概就是20天之内的cash offer 拿到房子各方面都很高兴 重要的是实现了 抢得到杀得了 换得到救得了的愿望 以上是我们公司积极为大家所做的服务 相必聪明的人也已经领悟到这些工具的优势和紧迫性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和建议 敬请随时垂学 我们还有很多的工具和平台 跟您汇报 我的电话是510-318-9999 510-318-9999 最后理财复音使者 余英远上帝祝福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